大家好,我是Pasta 今天會教大家如何用FL Studio去做Dubstep 首先講解一下有關FL Studio的東西 我大概會講解它的介面 今天最主要想教大家如何做Dubstep Intro的故事 或者一些FX的東西 我先講解介面的東西 最基本就是 你的 擺東西的位置 譬如可以擺一些圖片 你寫了東西可以擺圖片 其次就是擺一些鼓聲 例如 Kick Sound 可以擺東西 擺東西 其次就是Track 你可以幫每一條Track改名 例如 這個就是Kick Kick Sound 可以改名 也可以轉為顏色 例如Kick喜歡紅色 就是紅色 然後 就是 上面講到這些 就是工具欄 例如Dub 剛剛看到我 大家這樣 加這些鼓聲 游線 可以Loop 然後其次 取消 這樣就可以沒有了 當然可以 通常我不習慣用這個 通常我會按滑鼠 右手邊 右鍵就可以沒有了 它會自動 看到符號變成這個 這樣按鍵就會變成Cutter 用來Cutter用的 Cutter我覺得蠻好用的 有一個常用的東西 譬如一些長的人聲 古的loop drum 例如一些drop sound 譬如一些現成的 Sound pack 可以用Cutter Cut 譬如你還想要後面的 Cut 你就可以Cut 這個選擇 折取 例如你想要 頭的兩段 Cut和Snare 你就可以選擇你想要的東西 其次還有放大鏡 可以放大縮小 按著滑鼠和滑鼠 在這裏 看到這裏 方格 可以放大縮小 接著 就是要說一下 上面的東西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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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幫你錄好 你按過的 Key Drum 一些 F-X-Tune 都可能要用到這個 對 其次就是 Pattern 例如Pattern 你自己設定 然後 最重要就是BPM 教你首歌的快慢度 還有 有些人可能想聽 拍子 拍子機就在這裏 這個 這個 這裏 其次就是 要說一下 這裏 例如有 這個 Plugin 例如 加入一些 聲音 例如一些 電吉他 他預設了有的Plugin 也有自己組裝聲 例如一些 Drum Bass 或者自己組裝一些 聲音 另外這一邊就是一些 Filter 例如有EQ 一些Effect 一些Control 有自己的Tune 大小聲 高中低 也有 整首歌的高中低 也有 這樣 而 旁邊這裏是甚麼呢 例如有些 Pack 原聲給了你 就是你買了這個 Filter Studio 它就會有一些 它預設了給你的 Drums 一些 Fx 一些 Loop drum 人聲 類似這些 當你發現這些 原聲給你也不夠 你可以自己去 下載 或者去買一些 下載 或者去買一些 下載 有的東西 例如一些 我覺得這個挺好用的 808 Trap Step 的Pack 或者一些 808Bass Kick 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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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些 我會鋪出一些 Dubstep 完成給你的一些 一些 Snares 甚麼都有 對 他甚麼都有 這裡 我到時會鋪出一些 連結 給大家下載 或者給大家玩一下 其次就是 這個 Panel 譬如 入聲 入聲 到這些 Track 譬如 加上 剛剛所說的EQ Effect 或者有些 Filter 對 接著 就 開始 入正題 講一下 怎樣 玩這個 Dubstep 首先 我們要調整 BPM 我今課 就會教大家 玩150 左右 因為通常有幾種快慢 140 150 或者 如果想再快一點 可能達到210多 150 150 會比較上正路 如果不想太快 也可以調整 回到140 也可以 我開始 試試 砌鼓 出來 Dubstep 通常大家平時聽到Dubstep 就會 可能會聽到一些 類似 類似這些 這樣的 Pattern Tic Tac Tic Tac Snare Kick Snare Kick 類似這些 當然 這樣當然不夠 我們也需要加一些 輔助的東西 例如 就是Hi-Hat 也可以砌一些 類似 比較 類似Trap Dubstep Tic T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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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發覺這個都不夠 時候可以怎樣玩呢 就可以 試試砌一些 類似DNB的玩法 例如 好像 這樣的東西 你自己 到時 看看 會想怎樣砌 你可以砌 平時 玩開Dubstep 那種砌 或者是 一些 比較新的砌 砌 DNB Drum 的玩法 其次 就是 我們需要 Tum-a-Tum EQ 例如 剛剛說過 你這些需要 加Filtre的東西 就要在這裡 按出來 就 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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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 然後 EQ Tic Tac 是一個 Low frequency 你便要調整 它 把HIGH 推回 它 對 有些人會說 推EQ 就不要推上去 就要推下去 就怕 frequency volume 或者什麼 等等 就怕爆 就是這條 就怕爆 或者會越增加 越大聲 會失真 那我就覺得 其實沒有關係 就算我推到 幾樣東西都爆 也好 當然 不會太誇張 對 那 我 通常推 只會推一兩個 你自己慢慢 對 那 通常 我覺得跟這些東西 很厲害 你自己慢慢調整 調整 調整到 BAR 所以基本上按 沒有問題 就算我這些 推爆 我覺得 OK 沒問題 因為你想要那種 聲音的時候 就要靠這些東西推 才能做到那種效果 對 當然 你又不能太誇張 好像我這樣 那 就什麼都爆 你把整種聲音推高 就不正常 通常我們就會 推一至兩個 EQ 對 只能拿到自己想要的聲音就可以了 對 那我先這樣 然後我會再加一個 這個東西 Reverb 對 有什麼用呢 它聽起來會比較像 開場的效果 怎麼說呢 它會有一個 Feedback 給你 你可以聽一下 有什麼分別 如果不開 就會變成 這就是你平常聽 耳機聽聲的效果 如果開了就會 你會 如果 有很多種聲音 在底下 你會聽起來比較舒服 不然 沒有那麼生眼 等一下 就要靠這些 混合的東西 去幫你 令到歌 沒有那麼生眼 當然 你也可以調整一下 給你的東西 例如 Low Delight 退一點點 然後 慢慢調整 這些東西 Wat or Dry 我沒有可能教大家 每一樣東西 因為我還是處於學習階段 我大概 用回我平常的組裝 一些我平常用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 有些功能是沒有什麼用的 有些功能你可以試一下 自己玩一下 都可以 其實做得出來的功能 就沒有辦法 沒有用的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玩一下 看看會做什麼聲音出來 其實它這些所謂的Effect 都是想幫你做一隻 你想要的聲音出來 對不對 我可以試一下 對 自己組裝一隻聲音出來 大致上就這樣 接著就 到Snare 到Snare Snare 這就是EQ Snare 它是一個中音和高音的音樂器 我們就需要把低音推低 因為你聽不到 你沒理由把聽不到的音樂 放在這裏 放在這裏 把聽不到的音樂 放在這裏 這樣便會突出中音和高音出來 這樣便可以拼得到 可以拼得到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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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你可以聽一下 Larger Ho 對 它那個音會更加厲害 那我不需要這樣厲害 只要耳機聽而已 你耳機聽 你不需要爆得這麼厲害 如果你的歌曲又會失真得比較厲害 那效果就不理想了 那你再推一下這個 Smart Studio 出來便可以了 大致就這樣吧 啊對 剛才我剛才推錯了 這個Kick 是剛剛試試出來的Kick 那我當然都可以放進去 那我現在再加一個 剛才剛才看到的Kick 那我先把Kick推上去 對 類似的那樣的東西 然後呢 大家應該可能平時有聽到的歌 就會發覺有時候有些人 有些人 即是有些歌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歌 就會 例如如何做到這個Snair 好像再Boxy 些 就是靠這個Pitch來推 現在的鎮有種聲音 如果推動的音量就會變得比較好 就會聽下去 大致上就是這樣 其次我們也要再加一點就是那個subbass 剛才剛才講過這個808bass 再加下去 也要調整4200 因為808bass通常沒有那麼大聲 通常推小聲一點 然後in也不要推得太大 然後呢 加下去 按到哪一組 先切一些這樣的東西 大碟上今天就教了這麼多 我下課就會講一下 如何組裝一些聲音 例如intro的pattern 如何組裝 首先第一個 第一步的怎麼組裝 例如這些 鼓聲呢 鼓聲呢 如何進入下一個pattern 有些人會喜歡組裝這些東西 對 這裡停了 對 接著就會下 可能是solo second drop ending 之類的東西 我下一課就會再教大家 這課就先教大家 好 下一集再見 有些東西 幾次 在學會 看到 C